哈喽啊同学们啊大家啊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千言教育的分享课堂啊 我是今天的主张老师一峰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给大家来讲一个非常劲爆的内容啊 这个内容的话呢啊 基本上啊我都不会啊啊 不会啊跟大家呢详细的讲 但是今天的话呢 这个内容也是我们系统办的一个核心内容啊 大家看一下 一说这种道路大家看一下这种道路是吧 我们的一个黄线的是一个进刀是吧 那我们可以把进刀的进歌进给了 可以进去调整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这个区域的话 我们球刀啊碰到我们的侧面的话 和我们侧面比较近是吧 那么这个区的话 如果说你快速走的话 那么它刀路的话会碰到旁边 可能会不稳定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刀的一个 这个进刀这个区域给它进减缓一点 然后到旁边这个区域的第二道的时候呢 让它再以我们那个切削速度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进给 黄线是1000 是吧 然后我们的一个蓝蓝蓝线的是我们的2000 是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你的一个速度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它的一个走刀形式进行控制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们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是生成刀路 是一个这个形式 是吧 大家看一下是吧 然后再来它这个位置是一个进刀 对不对 都是个进刀 然后这个区域是直接进去切削了 是吧 直接进去切削了 因为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的一个转据这里 是吧 我们的一个进刀 快速是吧 我们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进给率的话 这个区域是我们的一个切削速度 对不对 我们进刀这边是1600 是不是同学们 对吧 正常切削速度是2500 是吧 我们进刀是1600 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进刀的速度 是不是降低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个区域的话 都是以进刀 这个是1600 然后这边的话突然是2500 是吧 那么它和我们那个币这里的话 是比较近的 是吧 那么就加工前的话 那么这几个刀 这一条道路 肯定是 不是很好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调整 大家看一下 是吧 这么一调整 大家看一下 这个道路是不是ok了 是不是 这个道路是不是ok了 那么现在像这种道路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进行调整 那么接下来 我就非常无私的奉行给大家了 好吧 非常无私的奉行给大家 像这种道路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是吧 其实像这种位置的话 你也只需要稍微微调一下就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复制个出来 我先把这个给它拉 拉到我们这个没关系 直接复制个出来 copy个出来 粘贴一下 是吧 这边大家看 这是我们这个道路 是吧 然后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道路这样双击一下 我们再生成道路 对不对 这个道路是这样出来 对不对 这个道路是远远道路 是吧 这边我把它调整一下 右键 刀轨 这边的话可能 拉长一点 拉长一点 右键 刀轨 是吧 因为我们的一个编辑这里 编辑一下 编辑一下 怎么进行编辑呢 这个道路编辑 其实我们也要学会去使用它 因为这个的话 对于我们的道路调整 还是蛮有好处的 是吧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区的话 可以选择两条道路 两条道路 框选就好了 把这两条都全部框选一下 那么接下来 它所组的这两条道路的话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 编辑一下 改成我们的劲刀 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 同学们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改了 是不是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进刀的话 那么它就是说进到这个区 这一条两条道路 都是以我们哪个进刀的速度 一个进 给进行加工的吗 是不是 那么这个的话 在于我们加工一些特殊的曲面 一些产品 一些零件的话 是不是能够用上去呢 对 这个的话 也不是说非常绝密的内容 其实像这种类型的话 我这么说吧 像这种刀的话 只是一种非常普通的一个优化了 你说它有难度 其实没有难度 是吧 你知道理解 怎么进行一个编辑道路 那么接下来 你其实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对不对 是吧 比如说编辑一下 是吧 然后进刀 点错了 编辑一下 是吧 改成我们的进刀 进刀 确定一下 是吧 确定一下 走你 是不是搞定了 对不对 这变成进刀了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 快要接近这个币的时候 它就会进行一个减速 对不对 从2500的进给 变到我们的一个1500的进给 是不是同学们 学会了没有 同学们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优化了 方式吧 同学们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能够学会 好吗 那么今天的内容的话 这个就讲这么多 其实无非 其实像讲这一话道路 其实我只要讲几个点 你们就会去调整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不难的 就是说像学习UG编程的话 学习UG软件的话 你只要用心去学 每天坚持进行学习 它就是个软件 是吧 你花个三到四个月时间 是吧 没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要有人带的了 有人带你的 如果说没人带你的话 自学的话 其实碰到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你可能需要花个三五年的时间 才可以学到非常精通 是吧 你学个你自学的话 没人带你 其实这个是非常难受的 这也是说白了 好吧 这个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讲这么多 像这些内容的话 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我们的一个公开课 进行一个授课 就是我们签交易 每天晚上的8点30 到11点钟 会给大家进行讲解一个产品 或者模具的一些编程 像这些道路的一些优化的话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一个课堂上 进行一个分享的 直播课程 免费的直播课 会进行分享的 好吧 同学们的话 有时间也可以过来进行学习一下 然后如果说觉得我们老师上课可以 想跟着我们老师进去学习 上课 这个老师上的不错 是吧 感觉我跟这个老师学起来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把这个UG软件学会的话 也是非常OK的 那OK 那就可以找我们老师咨询一下 我们那个系统班级的学习 好吧 然后这边我们系统班的话 是从零基础呢 一步步进行授课的同学们的话 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来进行咨询一下 好吧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吧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听课了 那么就拜拜 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送福利了 那么如果说有小伙伴进行手工编程 然后需要红尘区的资料 那么今天的话 就把这个资料免费分享给大家 好吧 总共有哪些内容呢 第一个是我们法拉克 红尘区的一个教程 里面有很多这种 非常细节化的一些这种文档 是从基础开始进一步进行讲的 是吧 我们什么是变量 然后怎么去做我们这个红尘区 是吧 里面是有非常多 非常多非常多的 是不是 然后再包括我们的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非常非常多 也包括我们的牧业的 对吧 我们再进行看一下我们下面这个区 我们的一个牧业编程的一个操作 对吧 是吧 很多很多内容 全部都包含里面 你看 包括我们的一个运算的例写 我们运算指令 然后变量的用法 等等一系列 这些这些 然后再包括我们的红里面的 很多这种红尘区的入门 是吧 然后呢 一个高级的讲解 包括我们红尘区变量的一个说明 一些案例 一些资料 是吧 从基础到入门 如果说你只需要学习 数控编程 红尘区的 那么今天晚上 那么今天呢 你这个小视频就看对了 然后需要这些红尘区资料的一个小伙伴呢 在项目评论区 输入我要资料 那么就直接可以凝取到 我们这一份红尘区的资料 从入门到高深 全部都有 全部都是我们的纸质的 都是我们这种图片 图文讲解的一些 使用方法 学习方法 能够包学会的 好吧 那这边我们就讲这么多 那么免费的小翁星 点赞走一走 非常感谢